大家好,歡迎來到巴塞 今天是八月最後一天 收官的這一天收得不太好 出了一條陰燭 開市行指波動震盪下行 整體來說是處於一個約細調整的狀態 不過早上開市一度升近百分之一 直到收市是佈在18382點 其實整個八月份以來 我們看看月線已經跌幅超過8% 行指連續失手 259整數關口 盤面上幾乎都是由權重科技股 拖累大市的這個步驟 還有房地產更是一路打壓整個市場的信心 這裡面再看回來 今天一些比較大型的科應股 比如說美團3690 今天跌幅超過4% 業績在這裡顯得不太重要 比較好的業績 但是沒有比較好的一個走勢 除了這個 京東 京東集團 今天表現比較差 跌幅是2.28% 這裡面整個結構性或技術面 都顯示出 只要一旦再下一點 跌穿127元 整個技術面 就會轉入一個更大的空頭結構 下望122.17的前低 快手1024 阿里伯伯 1810 9988 都是處於一個普遍下跌的狀態 這裡面相對來說只有8度集團 比較堅響一點 最高升幅超過4.8% 而收市是微跌 回落2% 收在139元 整體升幅2.21% 為什麼今天會大升呢 原因是旗下產品 紋身一言 率先向全社會開放 受到市場的關注 可以發現 今天裡面 恆生指數類成分股裡面的科技股 並沒有給我們 這個8月份的恆生指數 帶來這個多頭動能 相反表現比較低迷 這裡面 地產股 是近來比較熱的一個方向 但是今天也比較低迷 全天裡面 唯有恆大 六成 或者是卓越 補樹一個綠色的 基本上 其他房地產的股股 都是飄紅 整體來說 都是比較弱勢 後市 我們看回恆子的基線 日市裡面 有少許調整的狀態 如果在這裡面 需要更加一步的上行 比如說補回18,800到19,000 這個位置的列口 就需要更加大的利好的消息 比如說 港股出台 更加好的刺激市場的措施 或者是降印花水等等 以目前的狀態來計 我們先要看下方 18,200點的這個支撐 如果跌穿18,200點 可能短時間來說 這個頂部結構就已經完成 但是如果可以在18,200點和18,300點這個位置 支撐成功 我們依然可以看回市場的趨勢繼續向上望 因此 18,200點和18,300點是下個月 即是9月份的 主要爭奪的一個分水嶺 大家可以關注這個位置 形成的多空趨勢 OK 我們這個月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